本视频由吴谢原创制作 如果说某个人很无耻 大家都能理解 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有这样的人并不奇怪 不过要说有的国家十分无耻 大家都会感到奇怪 一个国家政府是一个团队 怎么可能做出这么不找边界的事情呢 那么我们来看看土耳其就知道了 俗话说利于面前无盟友 这话自然是很有道理 不过这些盟友的公爹 都是在国际大环境下的逐渐演变的 而土耳其政府不一样 他们可以为一个眼前的利益 和你做上一天的盟友 第二天就立刻翻脸 当土耳其政府自己有利于人时 首先想到的手段是威胁 而当他国有求于土耳其时 土耳其所取的利益可能会是一个无底洞 没错 这个国家就是这么无赖 说起我国和土耳其的过节 比较有名的就是 将瓦良格号堵在黑海中 并以此为要挟 向中方提出多达上百条的利益索取清单 虽然这件事背后有美国的指示 不过土耳其自己也是本色出演 在后来美国认为封锁瓦良格号航母的意义 已经不大之后 土耳其仍然向中方索取了V-11火箭炮 和B-611战术导弹先进技术才同意放行 如果说土耳其是站在了美国一方 我们还觉得能理解一些 不过在面对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的诱惑 他又立刻将美国的警告炮至脑后 这导致在美国土耳其开启禁售F-35之后 土耳其不仅不反思 反而到处叫嚣美国背信轻易 如今土耳其仗着自己重要的战略位置 以和俄罗斯结盟为要挟 逼迫美国开启军盛 这导致两国矛盾进一步加深 说到土耳其的无赖 还体现在了毁约这一方面 想当初以购买的名义 从我国买下了红旗防空导弹 双方还签订了保密协议 然而都已经交货了 在付款上土耳其拒不承认协议 反而将其技术透露给了西方 作为威胁的筹码 来和中方展开谈判 这样的情景已经不是 后眼无耻能形容的了 所以在今年 土耳其还想和我国大谈合作 那真的是白日做梦 如今土耳其的位置非常尴尬 在面对这个无赖时 周边的欧盟和俄罗斯都不想理睬他 他自学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哥 但是其他国家都自顾自的买军备 根本不理睬土耳其 所以说到底土耳其还是只有依靠美国 只不过就得看这次他要跳多久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